请过来的时候 林青龙副市长在教育局长谢文斌 卫生局长黄志忠陪同 到新一国小关心防疫准备情况时 特别提醒学校亲师生生病不入校园 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应立即就医 并请学校务必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并于开学前完成环境清销 提供安全无余的校园学习环境 因为马上我们今天是整个 寒假的客服的最后一天 同时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2月13号正式的开学 学生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寒假 甚至是有十多天的假期 接下来就是立刻要考验的市值 当学生都回到我们的学校之后 我们的学校到底是整个的环境 消防措施 甚至是接着防疫措施 准备好了没 我非常高兴今天我们特别挑了 这个学校来看 刘校长还有两个局长一起 我当然非常的肯定 尤其是在这前一个礼拜就开始展开 包含教育局全部的教职员的动员 到了开学的同时呢 我们还是会严格要求防疫措施 学校开学前已经与环保局 共同完成校园全面清销 并盘点防疫物资 包含口罩 快塞四季 我们开学前呢 已经与环保局进行校园的全面清销工作 然后呢并且盘点防疫物资 包括口罩 快塞四季 额温枪 防疫酒精等物资 那开学后全面落实师生的健康管控 午餐专心用餐不交谈 那教学活动呢 我们也全程佩戴口罩 勤洗手 亲师生一同防疫 维护师生的安全 让学生健康上学 平安的学习为最高的防疫目标 林青龙表示 开学即将到来 市府各级的物资 环境整理都已经准备好 疫苗的施打率 物资的整理都已全部到位 所以各级学校师生都能安心 放心的迎接开学 记者李正道 高雄报导